大家好我是阿提 欢迎来到蓝人王周游 踏实卡还有传奇竞技场的完整教学 这个影片主要介绍两人规则 如果是已经知道规则 想直接看游玩示范的观众 可以直接按右上角资讯卡连接 如果是想从段落观看 请参考下方完整资讯哦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游戏目标很简单高分获胜 但不同模式下得分手段 可是长别相当大的 两人游戏中有两种模式 使动模式与任务模式 在使动模式中 主要透过召唤摧毁敌方的生物 来获得分数 是容易上手又相当有成就感的玩法 而在任务模式里面 要透过达到任务条件来获得分数 思考布局方面相对重要 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游戏设置 首先每个玩家拿取自己喜爱的牌柱 中文版里面附有南北帝国 高地民族 森林卫视 还有扩充冰封王族 南北帝国是相同的两组牌 他们像是人类种族 拥有比较多的移动能力 适合第一次玩的玩家使用 高地民族破坏力惊人 森林卫视有优秀的应变能力 冰封王族变化多端 相当难以应付 适合进阶玩家游玩 如果有多人想用同一个种族的时候 你们可以买两盒 我是说你们可以好好沟通一下 或是用抽选的 然后各自拿取所属的生物标记 将版图打开 你可以看到两面虽然很像 但一面的中间部分有个暗色九宫格 任务模式会使用有暗色格子的这一面 而死动模式会使用另外一面 将狂怒牌传奇牌放到版图的附近 每位玩家抽取自己牌库三张牌 传奇牌库两张牌 以及一张狂怒牌 再来根据模式不同 拿取对应的任务板块和计分板块 任务模式会使用这两块 将任务牌库放到这边 并设置三张任务牌 最后打开牌库最上面那一张 死动模式则将这两块并成计分轨 每位玩家将自己的一个标记 放在零分的位置 并由伟家在这一个标记 放置各一个普通生物标记 一个放自己的 一个放对手的 游戏设置就完成咯 接着我们来讲回合流程 每人每回合有两个行动点 能自由选择做以下三件事情 一放生物标记 二打手牌 三气牌 特别注意气牌一回合只能执行一次哦 一放生物标记 把标记放在场面上的空格 你可以看到标记是双面的 这个动作只能放等级一的标记 二打手牌 当场上的标记阵型与卡牌阵型一致时 就可以打出手牌使用能力 这个动作也称为召唤 三气手牌 这个动作建议第一次玩的时候不要使用 首先要从手牌中 气掉一张个人牌组牌到气牌区 之后可以选择归还任意张数手牌 到各自对应的牌堆底下 并于回合结束时补牌 交到这边大家可能会开始疑惑 身为一款棋类游戏 但目前的回合动作只有放标记 召唤生物还有气牌 那我要怎么攻击跟走位呢 难道回合动作中没办法走跟吃 对 回合基础动作中没有走和吃 这个游戏的棋子要走要吃 正常状况下通通只能透过卡牌效果 玩家在自己的回合中能使用的卡片有三种 个人牌组牌 传奇生物牌 还有狂怒牌 个人牌组的阅读重点有三 生物等级 卡牌阵型 还有能力 玩家标记有分为三种等级 召唤当下就能放置在白色格子里 如果白色格子原本有同阶或是低尖生物都会被消灭哦 当场上的标记阵型与卡牌阵型相对应时就能召唤这个生物 当然也可以将召唤阵型做近射或是右转 只要是相对应的位置都可以召唤哦 传奇生物牌基本上跟个人牌组是一样的 只是传奇生物的召唤条件各加严苛 你可以看到它的需求阵型里头 甚至还有要求二阶生物英雄 但是传奇生物的能力也相对强大 布局召唤出的当下感受一定是撼动全场的 游戏中每张生物卡片都有特殊能力 在召唤当下会被赋予名字并立刻发动能力 发动完之后它就会变回一颗没有能力也没有名字的生物标记 很难懂吗不用担心请看一下图解 整体概念是以这一张召唤师为例 当场上自己的标记阵型符合排上条件时 必须消耗一个行动打出手牌 在场上对应阵型白色空空内 召唤一位等级2 名为召唤师的英雄生物到场上 并且立刻执行它的能力 你最多可以将你的两个普通生物标记 放到控制的标记方格内 效果结束后 它就会失去名字与能力 并被弃制到气排区 这一枚英雄标记再也无法使用召唤师的能力 再来是最重要的走棋与吃棋的部分 看到这张图了吗 走棋分为移动与跳跃 吃棋分为标准与战斗 卡牌效果可能会出现 吃棋加走棋的组合 例如标准移动战斗跳跃等等 这边看一下例子 在一个标准移动中 你可以将等级2的生物标记 直接碾压过等级1的生物标记 因为标准是可以吃低阶标记的 所以等级3的标准移动 当然就可以吃等级2或是等级1的标记咯 下个例子是 在战斗跳跃中 你可以将等级2跳过去吃另外一个等级2 因为战斗是可以吃同阶层的旗子的 而且因为是跳跃 所以可以飞过其他旗子哦 最后是狂怒牌 使用狂怒牌是额外行动 不会消耗行动点 一张狂怒牌有两个发动条件 上半与下半不尽相同 当你的回合 场上某位对手的旗子数量 符合卡面条件时就可以使用 你仅能执行达到条件的部分 如果你两个都符合 可以只执行一边 如果你想两个都执行 那你就得从上半开始做哦 要注意的是 在使动模式下 帆斗狂怒牌虽然会拿到很多好处 但也会立刻送对手1分呢 在中文版中的冰封王族 里面有个融化的特殊动作 也是额外行动 但这边就不特别介绍了 并且本影片只是教学概念而已 想了解冰封王族规则 可以直接买一... 在做完上述事情 也确认没有要做额外行动后 就会来到回合结束阶段 这个阶段有两个事情要做 就是计分和补牌 在任务模式与使动模式有不同计分方式 在任务模式里面 玩家要检查是否达到三项任务 如果有 拿取一张达成的任务卡 并获得它的分数 然后补充一张在下方 并从排库翻开一张新的任务卡 在使动模式 将该回合吃到的对手标记 加总分数 加总后归还给对手 将计分板上自己的分数标记 向右移动该局得到的分数格 另外要注意的是 在使动模式下 只要成功召唤传奇生物 就会立刻拿一分哦 最后将手牌补足到 个人牌组三张 传奇牌两张 狂怒牌一张 以上是回合流程 接着讲解游戏如何做结束 游戏要如何才会结束呢 要先有玩家触发结束条件 任务模式之中 任何玩家任务得分 加上厂上自家传奇生物数量 大于等于90 就会触发游戏结束 在使动模式里面 任何玩家大于等于18分时 就会触发游戏结束 当有玩家触发结束条件后 所有玩家尚会有一个完整回合 此回合结束后 分数高者获得胜利 好的 以上是我们的基础教学 很多人都被塔什卡拉尔那 精美的规则书吓到 其实本质只是个简单的奇类游戏 而且塔什卡拉尔大概是设计师 弗拉达叙发的最容易入门 用耐玩的策略游戏 而且还可以像海游戏王一样 刷中二 为了大家方便 我们有做一个简易的 玩家帮助表加刊物 如果有需要 可以到我们的云端进行下载 下一部影片 塔什卡拉尔游玩示范 会把最后几个规则补完 那这次的影片就这样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是男人游戏乌托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游戏挑选现彷徨 影片带你破迷惘 男人游戏乌托邦 真心推广传四方